我先說喔 這場是我不小心翠才這樣玩的 你們不要學喔 打勾勾 如果做不到的人 就不要繼續看下去 正常我本來要玩艾瑞輔助的 但選巧的時候 好像有人跟我聊天 然後我就忘記選巧了 系統就幫我選了納克羅斯 可是我們已經有齊爾打野啦 所以我只好去打對面的野區 別人是弄巧成巧 但我這場是弄巧成巧 意外發現新大陸 想不到吧 哈囉大家好我是秀哥 I'm Yuga 我再說一次 我這場真的真的真的是 不小心沒有選到角色 那現在如果你不選角的話 系統會自動幫你選 你場次最高的那個角色 那我這支帳號場次最高的 就是納克羅斯 一開始我很猶豫 我要先出輔助裝 還是出小把打野刀 哪一個比較好 但既然我要打對面的野區 我就不可能會到兵線上嘛 不會到兵線上 我就不會去吸到隊友兵線上的錢 所以我最後決定出打野刀 這樣我再吃對面的野怪 速度方面會比較快一點 那如果對面有人要來搶的話 我的制裁傷害量也比一般的還要再高一點點 所以我覺得這樣子玩起來還算不錯吧 這場我運氣蠻好的喔 因為對面是小青打野 我猜他是藍起 所以我就直接來入紅區 那一開始你會看到 弗洛倫直接開了幾種滑到對面輔助哥德爾身上 那因為弗洛倫他那兩等滑人是超級痛的 所以直接讓我拿到一個手殺 而且把對面的紅區 BUFF加兩個小野怪通通都把他反掉了 對面的打野應該在哭吧 他在哭的同時 我們家的野區沒有被對面反 那我也馬上買了一顆輔助裝備 這樣我去兵線上就不會影響到隊友的錢 但是喔 注意喔 如果你出了輔助裝備 你去尾到那個兵線的尾刀 你是會影響到隊友的經驗值的 那這邊來到對面藍區 看到夸克往上走 那我身上是帶著紅BUFF的 所以普攻會緩速 直接讓貂蟬暈倒了 又有讓我拿到一顆頭啊 那我剛殺了夸克拿到195塊 在前期在三等前 你殺到人一顆頭的話是150塊 我可以拿到195塊 是因為我出了輔助裝 拿到的錢會多30% 那殺了人 這座塔 我們居然就這樣拆掉了耶 就這樣拆掉了 他們沒有人要來守 應該說有人來守的話 他們好像也守不住 拆完塔我就看到對面有井 我想要挑廢他 就被夸克拉到塔下 直接被塔打了兩三下 我就殘血了耶 殘血之後 那只能幫打野吃個魔龍 注意喔 輔助不要亂尾魔龍的尾刀 因為尾刀的那個人會多80%的錢 輔助不要去搶這個錢 但是這個buff的話 我肯定要來圍一下喔 因為對面的小青是藍起的 所以大概2分15秒左右 對面吃的第一個buff會重生 所以我們吃完龍 再吃對面的藍buff 這是一條龍啊 那我在回補的時候看到 佛羅倫入個紅buff 哇 被小青抓到了 他沒有搶到 小青有制裁 那回補之後啊 我依然還是會想要去讓 讓的意思就是 我不想要影響到隊友的錢 但是我又想要做到該做的事情 例如擾亂對手 或是看到對手哪個走位15 你就可以把他幹掉 像這個哥德爾 再見啦 再見之後我看了一下 哇 塔差有點難 塔太痛了 再來這邊跟著佛羅倫斷兵線 重點是要跟著隊友一起吃啊 這樣子才不會影響到他的錢 但經驗值的話 我就不管了啦 因為我這場是自由位 那我看到圖倫 直接很遠程的 直接挑飛到 開個大 頭就是我的啦 一樣是195塊 我這前期拿到4顆頭耶 就算我打輔助 我現在也超級有錢 那我這邊就賭 對面的警會走過來 果然就真的走過來 還卡牆耶 結果他有瞬影啊 直接被他瞬走了 反正喔 輔助的納克 我這場就是 想辦法去亂對面的野區 那隊友的兵線不要亂動 就是不斷的去亂 看到有人就往前挑飛 打他一套 把他打殘 該做的資源我會做 那該做的入野 我更要去做 那這邊呢 圖倫牽我大招 把他想要拿那個 貂殘擋了 結果我剛剛被喬克拉過去嘛 然後喬克一個西大 哇 這個貂殘兵得漂亮耶 很有水準喔 這個貂殘 打得不錯 欸 哇 佛羅倫GG啊 這場輔助裝我把他提升為滅絕喔 因為射手是亥牙 比較屬於自由味 比較不需要去保他啦 他自己也會帶一個清醒喔 那這邊再來反藍buff 可是被發現了 趕快吃完之後 制裁我的藍 結果貂殘兵到了 齁齁齁 哇 算了 這是一個沒默契的表現 因為我不知道他會冰到 我只想要趕快吃完藍 趕快跑走 因為我很怕被小青碰咚 欸我就完蛋了 可是我一跑走 欸貂殘就冰到了 不然剛剛那小青是可以殺的 我還有滅絕耶 那中路打起來 我隊友說他們OK 那我就趕快來分推拆個塔 拆完塔就看到那個小青應該是回補過來 滿血 那不要去動他 有看到兩個人都跑去手下了嘛 然後對面另外兩個人死掉了 那就趕快來拆中路的外塔 反正納克輔助 我幾乎都沒有去吃自己家的野區喔 都是吃對面的 那我剛剛那個挑飛喔 老實講有失誤 我沒有挑飛到那個哥德爾去斷他的打 但至少這一波 欸好像還是打得還不錯 還可以 那繼續入紅囉 但這個紅被寡克拉出去 那不要氣餒 我們還是可以再入一次了 反正對面小心死掉了嘛 寡克不可能一直拉啦 所以趕快把紅buff拉到草叢裡面虐待 我也不知道什麼喔 這場其實很長的時間 我腳底下是沒有藍buff的 可是我一直用技能 我的藍量都保持得還不錯 可能是因為納克改了很多版 他的技能不太耗藍吧 不曉得耶 我拆了兩下塔趕快跑走 結果隊友沒有把藍留給我 反正是留給亥啊 我好傷心啊 但算啦 畢竟我們是輔助嘛 輔助拿什麼藍buff啊 我拿我臉跟人家拿藍buff啊 反正就是找機會做事啊 這邊有擠又有夸克 不好打不好打 我們去中路吧 去中路 結果就遇到了鬼啊 是小青啊 這個小青 他對面打野等級還低我一等啊 最後一個滅絕 頭就是齊爾的啦 不過我本來就拿了蠻多顆頭的 頭留給齊爾也OK 那我現在吃了這個小野怪 應該是我這場唯一吃的 就是自己家的那隻小野怪 唯一 有看到圖倫半血 夸克半血 我們進去少玩一下 然後就要拉出來了 因為你看那顆的 哇原地空大 666 那我技能還在冷卻 哇圖倫 嘿 拿貂蟬擋圖倫的大 6喔 那齊爾直接衝進去喔 可以喔 齊爾也太痛了吧 那看到這個小青 我覺得可以打吧 我們三個 而且我還有滅絕 我居然沒死 而且小青是我殺掉的喔 拿了140塊喔 隊友在吃凱撒 那輔助要幹嘛 就是要吸引對手的炮火嘛 就是吸引他們注意 我就是一直往前 給那個井壓力 就算我沒打到他 我一直出現 來來回回 他應該都嚇到了吧 哇他直接滾到我面前 可是他的隊友好多喔 躲一下鉤子 我本來要跑了 結果調皮往裡面挑飛一下 結果夸克吸大家瞬移 夸克沒吸到 哥德爾 蹦一下之後 他也跟著開大 還有井的大招 再加上圖倫的大招 我直接死去 我一個輔助扛了對面四個人的大招 有沒有這麼需要尊重我這個輔助啊 我這個輔助不知道該哭還是該笑啦 應該要笑齁 那看到弗洛倫被抓走了 我不想救他 因為他沒有讓籃給我 所以我決定先來救射手 那我剛好給那個小青一個滅絕 就讓亥雅去收 趕快來點塔 點點點點起來 點完之後趕快跑 跑起來 那弗洛倫沒有死 亥雅也殺了小青 perfect 完美 隊友在中路打架 有一個殘血的圖倫 我把他抓起來之後 又有一個殘血的哥德爾 我直接用滅絕殺了他 對面這波倒了四個人喔 剩誰啊 剩下對面的警示吧 但我在遊戲最後犯了一個天大的錯誤 就是一技能 一技能 一技能 你有看到剛剛一技能嗎 好啦 沒看到 算了算了 反正遊戲贏了 這一場我一直以為會弄巧成拙 沒想到弄卓成巧啦 有點蠻意外的喔 納克輔助狂入野狂亂他們 還蠻好玩的 那大家不要學啦 因為我前期運氣很好 都拿到頭 有拿到那個錢 才有辦法不斷這樣做事情喔 那也不要忘記幫影片點一個大大喜歡 我是又哥 我們就下部影片見囉 掰掰